6月4号 重庆万圣区市民抗议行政区化的行动持续升温 时逢六四纪念日和高考前后 当局紧急调动数千警察和各种防暴车辆等进行戒备 但当地居民要求一定要恢复万圣区 否则将一直坚持游行 据万圣网友在推特上披露 6月4号 万圣继续罢市抗税 商铺紧闭 民众依然自发上街散步 市区内到处都是警车 子如广场公路两旁停着不下50辆警车 车上警灯闪烁 黑人得很 当局排出大批黑衣国宝特警 不听招呼的一律抓捕 一位散步的老人被站成一排的黑衣国宝抓住 6月3号 数万人雨后坚持散步 场面十分壮观 警察用警棍追打一位女子 民众愤怒涌上前去逼退汉警 万圣市民委先生表示 现在大家吃了晚饭 在7点多左右 就往市中心子如广场走去 每天坚持几个小时 现在人们通过了解 就是属于政府违法 不是说是万圣人民在闹事 也就是说他没有通过什么民调 把万圣区就活掉了 现在政府有没有给施压呀 每天每天晚上就是一百多辆警车吧 就在那里重庆市的强行的施压嘛 他表示政府没给市民一个说法 就是一味高压 但万圣市民有决心一直坚持下去 把万圣区要回来 只要回来了什么都好 如果不回来 大家就是说半年一年 反正都一直坚持下去 政府为了控制局面 每天以一百元的补助费 雇了很多下岗或无业游民来参与维稳 同时派出大量穿变装的防暴特警 散布在人群中 如有成群议论的立即驱散 甚至使用暴力并抓捕市民 新唐人记者朱志善 蓝竹采访报道